阳光动力2号即将复航 环保科技在推进 阳光动力2号已经做好准备 要继续它创纪录的环球之旅了 阳光动力2号这架试图以太阳能完成 首次环游世界飞行的飞机 即将在这个月继续它的旅程 阳光动力2号在去年3月9号离开阿布达比 至今到过马斯科特、亚美达巴德、瓦拉纳西 曼德勒、重庆、南京、明古屋和夏威夷 但自7月起就停留在夏威夷 这架飞机从明古屋飞往夏威夷的第一天 电池就因为一次快速拉高而过热 机翼上的17000多个太阳能电池 能为4个马达中的离离子电池供电 飞机结构采用比纸氢三倍的碳纤维 让机身尽可能轻盈 这架飞机必须更换电池 才能继续它创纪录的飞行 为了让这架飞机尽量轻盈 机上没有存放行李的空间 机舱里有6个宫高空飞行使用的氧气瓶 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 好让机师小睡片刻 还有晚代式的风鸣器 能在紧急时警示它 座椅里面有马桶 椅背当中还有救生阀和降落伞 这架飞机在晚上以时速35公里起飞 白天会以时速140公里的急速 拉高到8500公尺 同时储存太阳能 到了晚上就会下降到1500公尺 并且减速以保留电力 机舱没有加压 因此机师必须穿上厚重的衣服保暖 并在高度飞行时戴上氧气罩 阳光当12号已经准备要在4月底富航 日骑士天后而定 它将从夏威夷飞往北美和南欧 再于今年夏季回到阿布达比 这趟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宣导更捷径 对环境更友善的科技 没有那么多新闻 是真正常是大不符的 阿布达比 いる 这次是个小路 何分开的 暂时 illusions